各位朋友大家好 过去这几天我和大家一样都在关注湖南磊阳民众上街抗议事件 为什么会关注这件事情呢 因为这件事从三个方面来讲它具有普遍性、具有典型性 而这个普遍性、典型性又决定了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一切单一的群体性事件 而是今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我们先从这个普遍性来讲起 第一个普遍性是湖南磊阳地方政府他们的财政状况具有普遍性 湖南磊阳市政府进入大家的视野大概是在今年四五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就爆出了当地的公务员发不出工资了 地方政府财务状况非常的差 过去这个地方是两大支柱产业 第一个是煤炭产业 煤炭产业因为整体经济的下滑 它现在非常的不景气 收入减少了将近40% 另外一个产业就是房地产产业 过去这两年房地产也并不是如火如荼 陷入停滞状态 那么这两大支柱产业都裹足不前 而政府的开支又不断的往上涨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没有办法维持财政平衡 他怎么办呢 他就想了一个非常邪门的一个招数 既然这个饼不能继续做大了 那么他要想自己吃饱 他就要把别人的饼 那部分属于老百姓的少部分的饼 要再割一块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就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 他们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呢 他们是采取的是这个削减教育开支 同时教育产业化之后增加的这部分收入 他们把它拿过来 他们是把全市的五六年级的小学生 从公立学校驱赶到私立学校 让他们的家长付出十倍多的学费 这样他们既可以节省一部分的公立学校教室的开支 同时又从私立学校得到更多的税收 贪官污吏的那些个人可能也从那些私立学校得到了贪腐的机会 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件事情会引起老百姓这么大的反抗 我们这个两湖一带的人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些人特别好斗 民风比较彪悍 不会轻易的就这么认输的 过去说天下未难属先乱 我看今后是天下要造反 那湖广地区一定会理头 在当官的看来 这个老百姓都是羊 他们自己是狼 狼是可以随便吃羊的 但是他们忘了 这个羊里面也有分别的 有一些是绵羊 有一些是山羊 山羊就是头上长脚的 比较好斗的 比较有能力自卫的那种山羊 你像湖广一带的人就有这样的特性 他们都是头上长脚的山羊 所以当他们遇到狼的攻击的时候 他们往往不会轻易的就屈服 一定要把自己的脚亮出来 尤其是当很多人一起受到了 这个欺压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会一起来反抗 当一群山羊亮出他们脚的时候 那个时候狼都会害怕 这个垒阳式的民众抗争 就具有被迫反抗的这种性质 连中共的始祖都说过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 非常了解这个人性 非常了解中国的国民性 并不是像洗脑机器说的那样 中国人这个饿死不造反 不是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所以这个湖南民众在遭受压迫之后 他们进行反抗 这也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具有普遍性的 那么这两个普遍性 一个是政府现在财务状况吃紧 要加紧盘剥老百姓这个普遍性 和老百姓受到盘剥之后一定会反抗 这两个普遍性 这就决定了 这个垒阳事件 现在它是一个信号 是一个政府加紧盘剥 饮症止渴而老百姓奋起反抗的 这样的一个新时代来临的一个信号 垒阳事件不仅仅是单一的一起事件 今后还有更多的类似的事件 现在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 都面临着财政吃紧的状况 他们都不会自甘灭亡 他们都不会坐以待毙 他们都会伸出他们的魔爪 他们都会加紧对民众的盘剥和压榨 而各地的民众他们都不是 他们都不是能够历来顺受 任人宰割的猪羊 他们一定会反抗 那还有第三个普遍性 就是当民众起来反抗之后 垒阳地方政府 他们所运用的这个镇压民众反抗的方式 也是具有普遍性的 那我来给大家回顾一下 过去这几天他们是怎么做的 那垒阳民众反抗刚开始的时候 大概是有一批五六百人到市政府门口 去拉横幅喊口号进行抗议 他们就出动了当地的警力 来对这批民众进行冲击进行镇压 当时打了很多人 拘捕了五六个人 他们不仅没有成功的压制 这一部分的这个民众的反抗 反而激起了更多的垒阳民众上街 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处境 你有很多家庭都是有小孩子 正在上小学五六年级的 另外那些呢还有一些可能将来要上五六年级的 那这些人呢他们看见了这样的一种状况 引起了他们内心的愤怒就集体上街 所以第二天上街的时候规模就更大了 规模达到了两三万人之多 那这个时候当地的警力已经不够用了 那么怎么办呢 他们就从周边地区调集警力 对这个街头抗议的民众来进行围堵和抓捕 同时呢他们又切断这个地区民众对外联络 让当地的信息不能够发出去 同时呢也不让外界的信息进入那个地区 让他们感觉到孤立无援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他们采取的第三步就是用缓兵之计釜底抽薪 假装答应民众的诉求 说今后不再给你们增加这个学费了 学费呢按照以前公立学校的标准收费 这样子呢有很多民众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条件 然后就回家去 整个的事件就难以为继 而这个时候他们就抓捕那些抗议事件的领导者 组织者和骨干的参与者 等到整个事件平息之后 他们就开始秋后算账 对这一批人进行严厉的惩罚 然后他们又重新来 用同样的方式或者想一种新的方式来搜刮民众 让民众再一次想起来反抗的时候 他们力量已经不如以前了 最勇敢最有反抗精神的那批人 已经在脑里面已经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所以第二次的行动就没有前一次那么有力度 所以大家看一看各个地区他们大型的群体性维权事件 基本上只发生一次 很少反复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一套镇压和化解民众抗争的这一套机制 就叫网格化维稳体系 什么是网格化维稳体系呢 中共他把全国划分成很多很多个网格 当某一个网格之内民众进行抗争的时候 他们就调动周边的网格的这些警力 来对这个地区进行包围进行封锁进行镇压 一个地区的民众即使是你规模再大 你也不能够对付整个运这个维稳体系的运作 来对你进行镇压 这一套网格化维稳体系在过去 已经成功的镇压了所有的所有的民众上街抗争事件 那今后还会继续运作 他们会一再的重复 所以他具有点信心 那么老百姓怎么办 怎么样打破这个网格化维稳体系 怎么样让人民能够成功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全民共振 那就是多个地区多个阶层同时起来抗争 只有这一个办法能够破解网格化维稳体系 当多个地区同时起来的时候 当多个阶层联合在一起进行规模庞大的这种抗争的时候 他的网格化的体系他就没有办法同时镇压多个抗争 同时当多个地区的抗争大规模的抗争同时爆发的时候 他们会产生一种共振效应 他们会这种共振效应会产生强大的政治上的冲击力 就会把被压制了多年 积蓄了多年的中国老百姓的这种不满情绪 这种抗争精神就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让全国各地的不满情绪形成一股洪流 让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都走上街头来进行抗争 这个时候这个群体性事件就演变成了大规模的街头运动 就演变成了全国性的街头革命 只有这一种办法才能够成功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产生共振效应呢 怎么样才能让群体性事件变成一个全民共振呢 有两条途径 第一个是有点到面的这种扩散 就是由一个地区开始 由一个地区的抗争群体性事件开始 逐渐扩大到周边地区 逐渐从一个省扩大到周围的几个省 从周围的几个省最后辐射到全国 这是一种模式 这种抗争手法 对领导和组织抗争的这些人和团队具有相当高的要求 要求他们有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 有战略眼光 有组织能力 当一个地区的民众起来抗争之后 他们要迅速的把这个街头的民众进行组织化 然后运用这个组织化的力量让这个事件迅速的扩散 同时他们也要很好的传播宣传的能力 哪怕是发生在穷乡僻壤的一个偏僻地区的事件 我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让全世界知道制造这种动员的效果 所以这个团队一定要懂得宣传动员 尤其是要懂得通过互联网来进行宣传动员 而且要持续的进行动员 整个事件才能有点到面的扩大 那第二种模式就是多个地区同时爆发 三到五个城市甚至五到十个城市 同时爆发比较大规模的 也就是说万人以上的这种民众抗议事件 那么虽然大家的诉求并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大家不满情绪是一样的 大家对社会现状的冲击力是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引发共振效应 也会激起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 纷纷起来效法 这样也就形成了全国抗议的浪潮 那么怎么样让多个地区同时来进行抗争 那这也就需要有一个动员平台 需要整个的中国的这个民主圈维权权 要建立起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现在这个全民共振平台 就是在做这样的一种努力 我们希望从我们开始能够聚集更多的民主同道 聚集更多的维权朋友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全国各个地区的这些 已经在反抗正在反抗将来要反抗的 这样的一些团体 能够对我们的行动进行调平 让所有的行动在同一个时间段之内 集中爆发 这样形成大家互相呼应 形成了一种共振效应 这就是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的我们的一个使命 那我们现在的全民共振平台 包括海外的这个操作团队 和国内的这个发起人的这个团队 我们都在做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促进国内的这个民主团队 维权团队他们的成型和他们的这个战斗力的提高 所以我们在这个全民共振平台发布了有很多的关于这个民众抗争的这个社会运动方面的这个方法论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资料 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那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是以海外为基地来进行对国内的这个宣传 我们希望国内的维权抗争群体能够把自己抗争行动安排在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上面 比如说今年的十一 如果十一不能够成功 那么我们继续会推动 然后今后还有很多重要的时间 比如说元旦 比如说春节期间 比如说明年的两会开始之前 在这些时间节点上面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促成 各个群体同时行动 单独的行动没有办法成功 同时的行动就会产生冲击力 就会成功 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点 认为中共现在很强大 我们没有办法反抗他们 如果大家进行仔细的思考 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共现在不强大 它只是庞大 它是大而不当 它是大而虚弱 他们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他们现在已经走入了绝境 在国际上 他们已经遭到了 几乎全世界所有强国的 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全面的围堵 他们的经济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了 他们也很难对外进行扩张 已经没有力量取得任何国际上的支持 他们得到的只是国际上的压力 在国内民众的反抗 现在是如火如荼 而他们自己的这个维稳机构 维稳体系也是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 这个维稳体系 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但是它是需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能够运作 它一定需要庞大的金钱 而在这一方面 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 已经被权贵阶层掏空了 他们没有更多的钱来增加这个维稳经费 他们没有更多的钱来扩大这个维稳体系 而老百姓的反抗的力量在逐步的增加 现在双方的势力消长 正在向着不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 当这个平衡一旦打破 当老百姓的反抗的力量 大于了这个中共的维稳力量的时候 那么只需要在一个节点上面 我们进行突破 两个的体系就可能崩溃 希望这个时间节点会尽快的到来 我们希望在今年的十一 我们就要尽力的尝试去突破 过去当中国经济还在发展的时候 十一是旅游的黄金州 今年经济已经停滞了 很多地方的中产阶级已经反平了 已经损失了财富了 今年很多人都没有旅行的性质了 我们建议把十一旅游黄金州 改变为十一上坊维权的 上街抗争的维权州 十一维权州这个概念 现在是我们全民共证团队 这个着力推广的一个概念 所有希望维护自己权益 最终的能够让自己的人权 得到保障的这些维权团队的朋友 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概念 十一不成不要紧 我们今后还有更多的日子 我们不断的推动 我们不断的冲击 最后总有成功的那一天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